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接下来 我们继续学习《入菩萨心论》 《入菩萨心论》 总共有十品 十品当中前三品是 菩提心没有生起的 还没有在自相续当中生起的 这种办法 这是在前三品当中讲的 这里面第一品 已经宣说了菩提心的功德 第二品讲自相续得以清净 第三品当中主要讲 菩提心怎样受持 所以前面的这几个品 也很重要 我们相续当中要生起菩提心 首先知道菩提心到底是什么样的 知道了它的价值以后 自己的相续应该清净 如果没有清净 那菩提心无缘无故 不一定在不清净的 这种法器当中生起来 然后自相续已经清净以后 真正的按照大乘经典里面 所讲的那样去受持 所以我们今天 就开始学习第二品 第二品是《忏悔罪业品》 那么《忏悔罪业品》 从可判的角度来讲受持的方法 也就是说 菩提心在自相续当中 怎么样受持 这个受持的方法作则在这里 分两个方面来宣说 一个是中意 还有另一个叫论意 首先就是讲中意 这个中意大家应该清楚 我们佛教里面经常提的 中意 略义 中相 别相等等 有许许多多的名词 其中这里的中意就是说 重要的纲领 也就是说 中纲 就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在这个中意当中 已经讲了 菩提心的本体分类 讲了菩提心的本体分类以后 我们怎么样受持菩提心 讲受持菩提心的时候 又讲了 受菩提心对境的上师 受菩提心在谁的相续当中 可以受持 就是受持者的身份 同时也讲了 这个菩提心受持的方法 最后自相续当中 有了菩提心以后 怎么样保护 怎么样护持 如果这个菩提心失坏 那么怎么样恢复 从几个方面来讲的 所以我想今天 我们在学习中意的时候 大家也应该明白 这个中意也相当的重要 本来这个中意 从科判的角度来看 好像是我们忏悔品的中意 但实际上 它这里的忏悔品 也就是说 讲整个菩提心的中意 菩提心以中纲的方式 以中的谣点 谣令的方式来 给大家宣说明白 所以我们学习的时候 大家中意部分 一定要了解 一定要搞清楚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我们如果知道了 发心的功德 这个是前面已经讲了 发心是如何的 对精神来讲 对来世来讲 它是有什么样的利益 有什么样的功德 这方面大家 应该有一定的认识 那么我们知道 发心的价值和利益以后 怎么样受持菩提心 那么要受持菩提心 也必须清楚 比如说我们知道 世间的任何一点东西 它的利益相当大 就我们从世间的 一些家庭设施里面 打个比方说 比如说买空调 买空调的话 大家都觉得 这个对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 是非常有用的 首先知道它的功德了 知道它的功德的时候 有人要想买这个东西 想买这个东西的话 那你肯定要搞清楚 它的本质 它的质量 这个相当重要 这个相当于是 我们讲菩提心的本体一样 然后这个空调 有多少分类 比如说它是国产的 还是进口的 进口当中也是有 不同的一些标价和分类 那么我们根据自己的财力 你是买一个进口的 还是买一个国产的 如果你经济状况 特别不好的话 恐怕是大的 价格比较高的 很难以买到的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讲菩提心的分类 就是讲了 深意菩提心 世俗菩提心 我们凡夫人只能可能 买世俗菩提心的价值了 就是先买深意菩提心 或者得深意菩提心的话 相当困难的 这是我们讲了菩提心的分类 然后我知道 我自己的条件也具足 然后也想买 这个分类也已经 问清楚了 搞清楚了 这样以后 我下面就开始要买 买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考虑 就是从对境的角度来讲 比如说空调出厂的工厂是什么样的 或者对方的公司 它是什么样的 这方面一定要考虑 这个相当于我们 受菩提心对境的善知识一样 然后我们自己 如果我买了空调以后 我自己的屋子里面 或者根据我的气候条件 这方面能不能使用 这方面自己也应该考虑 这个就是我们 受菩提心的身份 从自己方面 到底具不具足 你需要其中别解脱的 戒律的基础上 需要还是一般的众生可以解说 这是从自身的考虑 然后我知道对方 也可以提供给我 我自己也具足这个条件 如果这几样条件已经具足 那我们下一步开始真的要买了 那真的买的方式可能通过打电话 或者你亲自到公司里面去 或者通过托人等等 有这种方式来固活 同样的道理 我们真正要受持菩提心的时候 那依靠善知识来获得 还是在自己观想 必须要举行他的意识 或者自己观想 这个是如何受持的方法 后来他这个空调已经买到了 买到以后 他怎么样 在使用过程当中 要怎么样保护它 那么这个相当于是我们相续当中 已经获得了菩提戒以后 这个菩提戒以后 我们怎么样受持这个菩提戒 怎么样保护 最后如果这个空调弄坏了 或者在这种情况下 我重新买 还是维修 这方面不得不考虑 同样的道理 我们相续当中的菩提心 如果坏了 那看怎么样重新受持 还是通过忏悔的方式来维修 从这方面 应该有同样的道理 所以我想我们这个中意 这个中意部分表面上看文字不多 但实际上我们有智慧的人 知道菩提心的功德以后 他肯定要想去受 受菩萨戒 受这个菩萨戒 那到底这个菩萨戒是什么样的本体 什么样的分类 然后说受的对境是什么 能受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样 最后方式是什么样 最后怎么样保护 怎么样恢复环境 这方面不得不考虑 同样的道理 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当中 应该有菩提心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 有些内容可能我们前面 讲菩提心的功德的时候 或者讲分类的时候也涉及到 也提及过这个问题 但实际上是不重复的 我们前面主要解释《入菩萨行论》 颂词的时候顺便提的 那么无主菩萨在这里 也宣讲了菩提心的分类 本体 还有如何受持方法 等等道理 所以我们这里 今天先讲中意 讲中意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这不是《入菩萨行论》 颂词的意义 然后讲论义的时候 就《入菩萨行论》 颂词的意义进行解释 这叫做论义 我想这么简单的道理 大家都也会明白 不过我们学习的时候 应该稍微细一点 这个很有必要的 下面第一个 总意分 抉择发心和随发心而受持 随发心而行持 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 抉择发心 分本体和分类 首先讲它的本体 一般来说 如果对诸位大德的论典 进行详细分析 就会清楚地认识到 达成道所舍的 一切心均是发心 这个也很重要 我们如果对 各大经部里面也好 或者一些论典当中 就是藏汉的 高僧大德们的论典 我们详详细细观察的话 凡是这些论典里面 所提及到的 具有大乘性的一些心态 全部是发菩提心 比如说我们是属于大乘的一些 积累资粮的信心 悲心 还有一些平时 我们对利他的一些任何行为 这些全部都是 涉于在菩提心当中 所以在这一个教言当中 充分说明了 如果修显宗 或者修密宗 我们相续当中是 没有菩提心 没有菩提心的话 说明这个不属于大乘 这个我们前面 也已经讲过很多次 以前格鲁派 也有这样的一些公案 有一位修大威德的人 他因为当时发心不够 后来变成一些鬼神 也有这样的说法 有一位修西金刚的大德 因为他当时的发心也不够 后来变成一个小乘性人 获得了小乘的果位 并没有获得了大乘或者密宗的果位 因此所谓大乘当中的任何一个心 全部可以设在菩提心当中 反过来说 我们的菩提心已经涉及到 所有大乘的行为和信心当中 如果没有利他的心 那倒不是大乘的法 当然所谓的菩提心 像《大菩提心经》吧 《大菩提心经》当中 也有不同的说法 什么叫做菩提心呢 如虚空般的 无有相状 本来光明的 这样的信心 叫做菩提心 也有这样的说法 这个是从空性 也就是说 我们认识自己心的本来光明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 那么我们从世俗菩提心的角度来讲 应该只要是菩提心 那肯定是有利他的心 那么利他的心 我们也前一段时间讲过 当然层次有所不同的 一般来讲 我们世间人当中 母亲对儿子的关爱 不是真正的菩提心 但我们这里的利他的心 范围是相当广的 因此这样的利他心 所说的一切行 一切行为 应该是属于大乘的法心 而在此场合的法心本体 正如《现观传论》当中 是这样讲的 弥勒菩萨虽然还没有来到人间 来真实成佛转法论 但是他在度数天的时候 给我们人间 已经赐开了六种教言 也叫做《此时无论》 弥勒无论当中的 《现观传论》当中 这样说的 发心为利他 求成登菩提 这个意思 我们前面也讲过 所谓发菩提心的 本体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而让他们获得如来正等举果位的 这样的一种希求心 这个希求心 才叫做真正的菩提心 那么这个菩提心 不管是怨菩提心 信菩提心 它根本不会超立 利他的心 这个是相当重要 在我们相续当中 自己也应该想想细细地观察 看看有没有利他的心 有了利他的心 那说明自己相续当中 应该是有菩提的心 当然我们相续当中 作为一个凡夫人来讲 所有自私自利的心 全部灭尽 这个可能有点困难 当然很多大德们 他们所讲的 什么菩提心的教言当中 一再强调 菩提心的违品是什么呢 就是执著自己的我持 对我的执著 实际上是菩提心的反面 为什么呢 因为我执著我特别强烈 那不可能有特别强烈的利他的心 所以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 尽量地减少我执 尽量地对自己的 自我执著上面作斗争 如果这样的话 自我的执著越来越减少 利他的执著就越来越提升 这样我们菩提心会增长 那么所谓的菩提心 在发这样的菩提心的时候 有没有自私自利的心呢 也应该有的 以前有些噶当派的大德们 他也利用这样的比喻 比如说 我们好多人陷在利康当中 陷在利水里面 陷在利水里面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人 他特别特别地想救旁边的这些人 全部都非常可怜 但是他现在自己来讲 他自己已经 存在利康当中 现在要救他们 没有能力 然而他全力以赴地想 自己开始解脱出来 他目的是什么呢 并不是他自己想解脱 就是目的 为了救自己身边的这些人 但是他自己 现在这样的深渊当中 现在他自己没有出来 之前是肯定不行的 所以他一直想尽一切办法 先自己出来 然后开始救他们 那这个时候他的心情 有没有利他呢 一方面是有一个利他 因为我没有出来 没办法救他们 但是他出来的 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并不是自己获得快乐 自己获得解脱 就是要想救他们 所以我们现在 作为一个凡夫人的发心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一点自我 希求菩提的心 也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有一点也不相伪的 就是我现在一定要 尽快的时间当中获得佛果 就像《钟伯仁》里面 所想的那样 想获得圆满如来正等觉的果位 也要学波罗波罗蜜多 想获得身为阿罗汉的果位的人 也要学波罗波罗蜜多 想获得斗觉的果位 也应该学波罗波罗蜜多 就像这样说的一样 我们想获得自己的果位 也没有学习波罗波罗蜜多 和利他的信心 也不能真正获得这种果位 所以我们目的方面 可能有些道友也会想的 那我们现在凡夫人 自私自利的信心 永远不能决断的 如果不能断掉 那会不会有一个比较 真正的菩提心会不会存在呢 可能会这样分析 但实际上 我们握着存在的同时 也会有菩提心的 当然我们作为凡夫人 握着断掉时 谁也没有要求 如果有这个要求 那就不是凡夫人了 已经成了圣者了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 大家应该有需要值得分析 需要值得分析 这个就是菩提心 总的来讲 所谓的菩提心就是利益他众 但利益他众 我前面也一再地讲了 利益他众 这种方法是非常多的 但最究竟应该 愿他获得福果 暂时一定要想 帮助他 这个我觉得的确 作为我们现在一些修学人 现在一些学佛的人 始终都是有一个利他的心 以前很多善知识的 有些教言里面就是这样讲的 所谓的菩提心 在心中作我当中 就经常有念念不忘 我要帮助众生 帮助众生 有这样的一种心态 这种心态 不仅是在心里面发 而且自己在哪一个场合当中 遇到帮助众生的机会的时候 你就把自己的心 应该运用起来 哪怕是我过路的时候 路上有一块大的石头 我想 哎 这个可能对其他过路的人 有点影响 或者是过车的话 有一点影响 所以心底比较好一点的人 把路上的大石头 他可能扔在路边 但是也许我们没有菩提心的人 他就故意把大石头扔在路中间 因为好人有好人的 他有一种习气和性格 坏人有坏人的一种性格 坏人的话 他始终都是想害他 这种行为确实在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 一定要断掉 不管是在你团体的场合当中也好 或者是你在私人的交往当中 一定要自己原来在诸佛菩萨面前 所承诺过的这样利他的心 就是运用起来 运用的方法 当然无条件的 也不是求什么果报的 哎 我今天在这里做一件事情 会不会以后别人赞叹我 以后会不会我得一点奖励 或者是我来世 会不会过一点自我的快乐 这些方面 我们小乘性人的一些发愿 这些都不合理的 凡是我只要帮助别人 别人知道也好 别人不了解也罢 什么样的都可以 只要是在别人的身上有一份 就是快乐 有一份幸福的话 这就是我活在人间的意义 也就此而已 自己有这样的一种心态 那真的我们所谓的发心 已经用在生活当中了 所以我非常希望 这次我们一方面修学菩提心 在修学菩提心的时候 不仅是在心里面这样每天都是想 而且在行为当中 看自己在一年三百六十天当中 你帮助多少人 帮助多少众生 这方面每一个人应该自己要总结自己的 这种菩提修学的一些时间 这方面需要总结 希望自己如果方便的时候 每天都是能不能记一点日记 我今天看一个老人 在那边好像走路不方便 服一服 这也是我无条件的一种利他 或者是我今天看见 在流上过蚂蚁的时候 就是救了一个蚂蚁 就放在草重里面 这也是我无条件的 一种利他的方便 所以利他的方式 我想在这个生活当中 就这么多的众生 我们经常接触也好 经常生存在 无数众生的群体当中 我们如果真的去帮忙 应该有帮忙的 如果你没有救别人的命 没有这样的话 平时你们交往的过程当中 也是别人挖苦我 别人说我的时候 我就尽量地忍一会儿 这也是实际上 我修学菩提的一种力量 所以希望 这次《入菩萨戏论》当中 真的你的身心上面 能不能培养一个 跟以往不同的 前所未有的一种比较强烈的利他的心 那么有了这样的利他的心 你就逐渐逐渐把这种利他的心 转为愿佛果 让我所接愿的众生 我今天救了他 我今天帮助他 但让他慢慢地趋入佛道 最后获得圆满的果位 这就是我们究竟的目标 当然我今天帮助他 今天马上给他灌个钉 明天就骂他成佛 成佛以后飞过去了 没有那么简单 当然这个 我们发菩提心的人来讲 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以前有些人是这样讲的 我给别人掌了很多很多法 但是好像没有什么起作用 现在这些人还在那样 已经十几年来还是那样 其实我们对佛教的有些道理 不是很了解的原因 因此我们自己 对自己的要求特别高的话 恐怕有些事情上面 又是一定的失望 或者是不能成功的 有些情况会发生的 所以我个人一方面 一天哪怕是小小的一件事情 稍微帮助一点众生 自己心里有一种安慰感 这方面当然我本人学得特别差 给你们强调的话 恐怕很多人在默默地讥笑我 不管是下面 我们《入菩萨心论本论》当中也是有 我自己的身体也好 一切都是供养给众生 那你小也好 你说也好 你大也好 你怎么样 就是受益众生的 然后这样的话 那可能心里也比较好受一点 始终都是所谓的 自我比较强的话 永远都觉得 好像众生害我 我前面所有的人 都是我的敌人 这样看待的话 永远都不会有 承受菩提心的时间 因此我们平时发菩提心的违凭 就是唯一的我执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如果我执越来越减少 那菩提心越来越会增长的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 菩提心的本底 那么今天下面第二个问题 讲菩提心的分类 通常而言 发心从低界的角度来分 前面也提过 尽管《众案论》当中 有这四种发心 一般是从资粮 我们从刚开始发心 一直到资粮道和交行道 这两个道当中叫做凡夫位 在凡夫位的时候 他的这种发心叫做心结性发心 什么叫心结性发心呢 我们有种可以的作意 特别的作意 我要度众生 我一定要帮助众生 我们时时都是自己对自己 有一种监督 提心 或者说是自我的一种要求 以这种方式来发菩提心 这叫做心结性 也是利益众生是我愿意做的 我需要这样的 这种心态叫做心结性发心 然后不清净其地 从一地到七地之间 那么这个叫做 意乐殊胜的发心 为什么叫意乐殊胜呢 因为那个时候 从一地到七地之间 自他能交换 自他平等 这样自私自利的心 应该说是断掉了 断掉以后 这种发心是相当清净的 他的心 不像我们在凡夫位的时候一样 凡夫位的时候始终都是 扎有一些我执和不清净的念头 那么那个时候 意乐清净的发心 然后从八地以后 也叫做三清净地 三清净地的这种发心 叫做医术发心 我们学过俱世论的时候 知道所谓的医术果 有时候你自己想也好 不想也好 凡是这个果 必定会成熟在你所享受的境界当中 这叫做医术果 到了八地以后 你利益众生 帮助众生 实际上无情当中 不是可以地去自作 操作 不用的 自然安然地 就像河流往下流畅一样 自然安然地出现 这叫做医术的发心 然后到了佛地的时候 所有的烦恼症和所知症 包括他在最细微的习气以上 全部都断完了 然后自相续的智慧 就圆满地已经通达了 这个发心 叫做断藏发心 所以在《精光众严论》当中 诸地心界性 增上意乐 增上敬意乐 医术许别意 医术 不同其他意义的意思 跟前面的七种清净地 有点不相同 断藏 最后断藏发心 总共有四种发心 那么这是我们刚才 从地界的角度来分 从凡夫到佛地之间 也是分四种发心来讲 还有从主板比喻的侧面来 也可以分二十二种发心 那么这个发心是怎么样分呢 一个是它发心的主板 还有一个发心的比喻 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的 那这个分析的方式 在《显广众严论》当中 是这样讲的 因为《显广众严论》里面 先讲八种事实和七十亿 那么这个做一个略索 略索以后开始做广索 做广索的时候 讲发菩提心 讲发菩提心 实际上是表示 编制的十种法之一 那么这个当中 第一个就是发心 那么发心 刚才我们讲的两句 发心的本体 这个是从发心分类的角度来讲的 本论当中是这样说的 《显广众严论》里面这样说的 《显广众严论》 《显广众严论》 它就总共分了 二十二种发心 那么这个二十二种发心 实际上是从我们资粮到 一直到十滴末位 按照无垢光尊者的话 从一个凡夫资粮道开始 最后十滴末位之间 二十二种发心 已经变在这几个地当中 或者说 按照《狮子弦论师》 印度《狮子弦论师》的观点 从资粮道 分小资粮道 中资粮道 和大资粮道 小资粮道的时候 这种发心 求菩提的这种意乐 如同大地一样 因为大地成为 一切功德的所愿 所以小资粮道 希求的意乐 实际上就是 一切功德的所愿 这个是小资粮道 如地那样的发心 中资粮道 它的发心相当于是黄金一样 因为黄金的本质 没有改变的 那么到了中资粮道的发心 不会改变的 大资粮道的发心 像月亮一样 月亮越来越增上一样 那么大资粮道的功德 越来越增上 这是资粮道的三个 发心的比喻和主办 加行道的这种发心 相当于是烈火一样 因为烈火能摧毁 自己微品的一些形材 加行道的发心能断除 他一地之间的 微品的分别念 然后从宝藏开始一直到 下面有 十波罗蜜多的对应 第一地菩萨布施 波罗蜜多相应的发心 就像是宝藏一样 宝藏能满足一切众生 所以一地菩萨的布施 也能满足一切众生 第二地菩萨的这种发心 相当于是宝愿 宝愿是珍宝的来源 那么他的资粮波罗蜜多 也是一切功德的来源 就是一切功德的来源 第三地菩萨相应的发心 如同大海一样 大海不会以其他的狂蜂动摇 那么第三地菩萨的发心 也不会归他的微品 也就是嗔恨心等等 这些来摧毁 那么第四地菩萨的发心 应该精济波罗蜜多圆满的发心 这个相当于是金刚一样 金刚不能被其他任何金属物来摧毁 那么这种第四地菩萨的发心 不会与懒惰等其他 分别念的微品来摧毁 第一 应该是第五地吧 第五地菩萨的精力 波罗蜜多究竟的发心 就是如同善妄一样 善妄不容易以狂蜂动摇 到了第五地的发心 不会被禅地微品的分别念动摇 第六地智慧波罗蜜多圆满的发心 如同妙妖一样 妙妖可以断除各种疾病一样 第六地菩萨的智慧能摧毁 一切烦恼等所知障的微品 那么第七地菩萨应该说是 善巧方便圆满的发心 这个就像亲友一样 亲友他永远也不会舍弃 他自己相关的人缘那样 第七地菩萨的发心不会舍弃众生 第八地菩萨的怨波罗蜜多究竟的发心 如同如意宝一样 如意宝能满足一切众生的所缘一样 就是到了第八地菩萨的时候 他以佛法的感度 无情地满足一切众生的愿望 那么到了第九地的时候 应该说是 利波罗蜜多圆满的发心 就像是人论一样 人论遣除一切黑暗 然后能成熟善法各种功德的庄稼 所以这个是第九地 第十地就是 知度菩萨波罗蜜多圆满 就像是歌声一样 歌舞一样 歌声让无数个人们 获得快乐和欢喜一样 到了第十地的时候 他依靠以他的智慧来 就是让许许多多的众生 获得快乐 那么这一下也就是说 刚才十波罗蜜多来进行对应的 然后有五种清净地 对应的有五种发心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 神变 神通圆满法心的 如同国王一样的 国王不容易别人摧毁他 或者说不容易控制他 他能驾驭一切一样的 那么清净地的 发心的神通能支付一切 然后还有二种 智慧和福德资粮圆满的发心 这个就像是宝库一样 这个宝库可以具作一切所具一样 就是这种发心具有的人 他一切的资粮 一切善法的资具就全部集权 然后具有三十七道品的发心 如同大路一样 实际上一切圣者 依靠这种大路而行持 还有一种应该是 慈悲心和辩才 或者是慈悲心和圣观圆满的发心 如同彻层一样 他不得轮回和涅槃而变 而圆满地到达自己随心所欲的目的 最后还有一个 种词遍遍圆满的发心 如同泉水一样 因为泉水用之不尽那样 到这样的清净地菩萨的功德 永远也是没有灭尽的 这五种发心 叫五种清净地所舍的五种发心 然后下面这三种发心 应该说是从十地菩萨师 或者说是佛地舍 这个是有辩论的 我们以前学习 大圆满信息修习的时候 也给大家介绍过 大家应该心中有树 当然这几个发心的分类 我看我们学习《善戒论》 学习信息修习大树术当中 也有一些部分 希望你们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 应该大概是可能这样理解的 你们自己下来过后要分析 那么他这里 到了十地的时候 他以四种发音的妙音来利益众生 这种发心 如同亚生一样的发心 还有一种叫做平等性 或者说唯一道德发心 这种发心相当于河流一样 离他的事业永不间断 就用不间断 最后一个就是发生如云般的发心 这种发心可以说 具足这种发心 具足在毒水天 具足在天界当中 但是他利益的妙音当中 所出现的甘露妙音 在世间当中也可以享受 所以在后三种发心 有些论师 我刚才所讲的 十字仙论师等等 他们认为是 佛体的加心 真心 后心所说的 但是五光尊者说 佛体不可能有后心的 因为佛陀度化众生的 事业圆满的界限 不可能有的缘故 所以这是从实地的角度来安理的 也有这样的说法 在我们藏传佛教当中 对十二十二种发心 到底是有学道说是 还是无学道说是等等 这方面有一定的辩论 当然我们这次 针对大多数的听法者 并不是以前受过 特别珍贵的佛法教育的人 所以我今天在各种 萨迦派是这么说的 格鲁派是这么说的 利玛派是这么说的 他们几个大德之间的 一些辩论在这里展开 恐怕许许多多的人 不一定有兴趣听 因此我们如果有机会 明年讲《现观众案论》的发心 二十二种吧 这个时候尽量的广说 到时候我如果忘了 希望你们给我提醒一下 今天在这里不广说 总的来讲 我们的发心从凡夫到最后 佛地之间可以分二十二种 二十二种 弥勒菩萨师以二十二种比喻和主办 以这种方式来 宣讲法心的特点 这是我们刚才 从低界的角度来分的 然后从获得方式的角度来分 那么由于冥想而得 和由于法心而得两种 由于冥想而得 就像我们通过仪轨 通过上师的眼角等等 通过这样的方式而获得 就像释迦牟尼佛广传后面 也有依靠利而得的 依靠自己的因而得的 依靠标示而得的 有许许多多的获得方式 所以说 这是我们粗达的 依靠标示方法 也就是说世俗菩提心 依靠这种仪轨来获得的 这个是第一个得法 第二个得法就是以法心而得 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证悟 一切万法的本性 而获得了圣意菩提心 以法心而得的 这是从获得的方式角度来讲 有两种 或者从所远对境的角度来讲 有世俗菩提心 和圣意菩提心 这是我们前面也提过 在《涅槃经》当中的分法 《涅槃经》里面 从对境的角度 因为一切万法的真相 要么是世俗的真相 要么是胜意的真相 除了这个以外是没有的 我们现在所远的对境 应该是胜意和世俗 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么法心就分为 胜意地和世俗地的法心 然后从意乐加心的角度来分 就像我们前面 《入菩萨行论诵词》当中所讲的一样 有愿菩提心和心菩提心 这是《大乘经》 《华严经》里面的分法 这是我们前面也讲过 适应此场合的分类 那么我们在这个当中 《入菩萨行论》里面 所讲的分类方法 就是根据《华严经》 也就是说后面的分法 也就是说是我们的 意乐和行为方面来分的 就是意乐和行为 意乐和加行方面来分的 怎么会是意乐和加行方面 我们前一段时间也讲过 我向愿菩提心道到哪里 这个是从我的意乐 然后从我的实际行动 包括他的心态 所舍的这种法心 就叫做是心菩提心 所以我们这次学习的就是后面 也就是说 后面《华严经》的这种方法 还有就像《般若二万诵》当中 比如说从资粮道 加行道 见道 修道 无学道 这五道也分为五种法心 还有十波罗蜜多的这种法心 也分为十种法心等等 有关经典的观点 是不相同的 有许许多多的一些分析方法 但我们这里大概都要了知 菩提心有哪几种类别 自己到底受持的哪一个 你如果你是一地菩萨 你用一地菩萨的 深一地的法心来操作 如果你是资粮道 用资粮道 有加行道 有加行道 如果什么都不是 那么我看我们这个菩提心 可能也是不是真正的菩提心 当然资粮道还没有入的时候 我现在真正要想利益众生 实际上按照广义的角度来讲 我们也是入于一种资粮道 当然这个资粮道 小资粮道当中的小 小小里面 现在很多人对其他的上师 这些也认为是什么 小小 大大 种种 直接的名字都不说 谁是大大 小小 种种 所以我们相续当中 也许小资粮道还没有开始的话 可能是小小的一种菩提心 所以分类方面 应该给大家这样介绍一下 下面随发心而受持 三个方面 受持的方法 然后护戒的方法 还有缓戒的方法 首先第一个 受戒的对境和受戒者的菩提甲落 还有受戒的仪轨 我刚才用作一些比喻 来给大家讲了 首先是受戒的对境 那么菩提心本体也讲了 菩提心的本体就是确实这样的 分类也是这样的 那我现在受的对境 到底是在上师面前受 还是佛面前受 阿罗汉面前受 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对境 来接受菩提心呢 下面就讲这个问题 那么不管是菩提心方面的 一些传承也好 或者说一些菩萨戒 他的戒是什么样的人面前受呢 在自相续当中 一定是有菩萨戒的 有这种法国菩提心 而且菩萨戒从来没有释回过 这样的一个上师面前 必须受 所以我们想受个菩萨戒的时候 首先你要观察好 这位上师有没有菩萨戒 他发过心没有 他既然发了 后来会不会毁坏了 没有毁坏的话 我看来这个人 真的离他的心很重的 这个人相续当中 肯定有菩提心 所以我去找 因为这个菩萨别解脱经当中 就是菩萨别解脱经当中 只有一条 一条是什么呢 就是这位上师的相续当中 一定有菩萨戒 这一条就可以了 他这个要求是这样的 没有其他的要求 看这个上师 长得好不好看 看这个上师 穿得好不好 或者看这个上师 唱歌好不好 跳舞好不好 现在有些人选择 听说我要找一个 唱歌唱得特别好的上师 有些人说 我这个上师要找一个 有一定的名声 有一定的威望的上师 等于不同的觉者方法 但是这些都不是很重要的 第一个 你要受菩萨戒 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 看菩萨戒本有没有 有些地方现在是这样的 我在那里受戒的话 他们有没有一个 珍贵的菩萨戒蝶 如果有的话 我就在那个上师那里受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不受 也听说有这种情况 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很重要的 首先第一个 就是看你受戒的上师 有没有菩萨戒 在这里面讲的是这个问题 如果从来没有发过菩提心 好像这个人 什么叫做菩提心都不知道 这种人面前你要受菩萨戒 那可能就完蛋了 就不好了 因为上师从来都不知道 什么叫做菩提心 啊 菩提心 什么菩提心 菩 菩 菩 他自己都根本不明白 什么叫做菩提心 从来想也没有想过 利益众生的事情 只不过想过自己发财 自己成就 自己如何如何 在这种上师面前 如果你要受菩萨戒 恐怕是不行的 别说是密宗的灌顶 密宗的灌顶是更严格的 所以有时候 我们要寻找上师的时候 一定要观察 这个上师有没有菩萨戒 这个上师有没有密宗的灌顶 以前有这么一种说法 有一位上师他想听到 有一个大德 在那里准备举行 佛藏大师 燃那能巴的灌顶 那么灌顶的时候 他首先很想求 当然这个人 也是比较了不起的一个大德 他在那个上师那里问了 你老人家是不是最近灌顶 要灌顶的话 你那个上师是哪一个上师那里得到的 然后你佛藏大师的传承当中 是哪一个传承 后来那位上师 好像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以后 他就产生怀疑 没有听灌顶 其实很有必要的 我们如果在一个上师面前 受一个菩萨戒 你首先要了解一下 看这个上师的利他的心残阳 看这个上师到底具不具足 是真正的一些上师面前 或者他自己发过这方面的 心没有 这个要了解很有必要的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 第一条是这样讲的 然后菩萨二十诵 这个是印度 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论师 叫做《赞扎过门》 他所造的《菩萨戒二十诵》 因为这个偈颂有二十个诵词 所以叫做《菩萨二十诵》 专门讲《菩萨戒条》 其中是这样讲的 当于自己具智慧 具力上师前受之 这样说的 他这里就是说 我们要受菩萨戒的时候 应该在一个具有 菩萨戒的清净戒律的人 这是第一条 还有对大乘佛法比较精通地 具有相当殊胜的智慧 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 他要摄受弟子 调化众生的一种能力 具有这种能力和法性的 这样具足这三个条件的 这样的上师面前 你可以受持菩萨戒 所以我们从 《菩萨二十诵》的角度来讲 有三条 大家一定要记住 看上师具不具戒律 具不具智慧 如果他具有法菩提心 但是一点智慧 都是没有的话 也可能不行 不过以前噶当派的一些大德 也这样讲的 会不会说不是很重要的 应该相续当中 有没有利他心很重要 以前那个布多瓦戈西 经常跟弟子这样讲的 哪怕是他所有的千经万论 全部是悲道如流 也是对众生 不一定是有利的 但是有真正无畏的利他的心 那么对众生是一定有利的 所以他们一般都特别要赞叹 在相续当中真正具有利他的心 这个是很赞叹的 他这里当然可能要求是不相同的 已经讲了具有智慧的 还具有世俗弟子和教化弟子的能力的 这样的上师面前 我们可以得受菩萨戒 这是具有三条 此论当中 此论是指的入菩萨行论 我们以后还要学这个颂词 也就是说 我们受菩萨戒对境的上师 大乘的上师是什么样呢 遇到生命危险 也不会舍弃 也不会远离 具有三条方便的大乘佛法 意思就是说 他再怎么样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他不会舍弃大乘佛法的 具有坚定信心的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他的相续当中 一定是有菩萨戒的 他这里讲的两条 这样的上师非常的难归 这叫做正规善知识 真正的上师仁波切 这叫做上师仁波切 也就是说 真正的 像如意宝一般的上师 一个是他再怎么样 也是不会舍弃大乘佛法 一个是他的相续当中 有这种利他的心 具足这两条件的上师面前 你可以受持 所以我们受菩萨戒的时候 在这里面 也已经选择得特别好 希望以后 如果我们这次听受的人当中 也有各种各样的 有些可能以前受过菩萨戒 有些连一个居士戒 也可能没有受过 有些可能这次要准备受 但受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愿意在一个 善知识面前受的时候 你一定要通过这种方式 要观察这个上师的相续 具不具足这个条件 如果具足的话 你在他面前可以受持的 这是具有善知识面前受的方法 如果实在寻命不到 这样的善知识 具有戒律的也好 具有智慧和能力的 这样的上师再怎么样也是 看这个也是看不惯 那个也是看不惯 始终找不到的话 那么就在三宝所以面前受持 也是可以的 在佛像 在佛塔 在佛经 这三个三宝所以面前 你就可以受持 前面就做一些妻子供 妻子供以后自己磕头 磕头以后心里面观想 我今天三宝所以面前 受持菩萨戒 为了利益天边无际的众生 乃至生生世世 不离开菩提心 然后自己发一个坚定的信心以后 就开始在三宝所以面前受持 当然 三宝所以面前受持的时候 以前噶当派的 有些格西 像当时那个中等般 问阿底峡尊者 要念仪轨 还是不念仪轨 后来阿底峡尊者也说了 如果你现相续当中 真的生起了这种菩提心 利他的心 不念仪轨也是可以的 你就心里面这样发愿 这样可以 当然我们如果心里面 生得不是很清楚的话 我们平时念诵的仪轨 我们前面念诵仪轨当中的这些仪轨 一边念诵 一边发愿 非常有必要 希望大家在如果三知识面前 真的要得受有点困难 或者始终找不到 一个适合的上师 很多外面的一些城市里面 也经常这样讲 我们现在特别想 找一个好的上师 但是来的一些上师 我们也不知道 到底是好的上师 不好的上师 所以我们也有点害怕 如果来了的这些上师面前 没有受惯禀 没有接受法要 我们也不一定有这个机会 很多人都比较担心 始终找不到 碰不到一个好的上师 有这种感觉 但我想作为其他的有些法要 我不好说 但是作为菩萨戒 应该说在三宝所与面前 也是可以得受的 以前阿底峡尊者面前 有些弟子也问 如果入显宗的佛法 和入密宗的佛法 是不是一样 就是这样说的 当时阿底峡尊者说完全不同的 如果显宗的佛法 你自己入显宗的佛法都可以 比如说你想皈依的话 在三宝所与面前皈依也可以 你受菩萨戒的时候 你自己也是在一个佛像面前 受个菩萨戒 然后就已经可以了 虽然佛像不一定给你 马上开一个证件或者说 比如说我去一个寺院里面 我对寺院里面的和尚 全部都不一定起信心 如果实在不能起信心 大雄宝殿里面的 释迦牟尼佛像面前 你就发愿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完了以后 虽然间谍都没有 就是因为和尚也没有开 佛像也不一定给你开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很重要的 你自己得自己去一个法面 开玩笑 是有这样 现在很多人对这个 名字很重视 这样以后 实际上你就已经得受了菩萨戒 我刚才说的阿底峡的意思 也是密宗的话 一定要依靠上师来趋入 因为密宗当中 你要入密宗的贪嗔 你必须要灌顶 没有灌顶的话不行 但是灌顶能不能在上师观想 但这个观想方面 有两种说法 所以按照阿德侠尊者的观点 一定要通过其他的上师 给你灌顶以后才可以 所以我们现在一些佛教师当中 比如说以前的 盖罗多加 坚拉斯扎 有很多很多一些论师 虽然从他们的观想当中 亲自见到了 以前的一些传承上师 但是为了以后 结束这种传承 后来依着国王渣等等 有许许多多的公案 所以密宗的话 一定要依靠其他的上师来 才趋入受持密宗的劫 而显宗有相当一部分 依靠自己力量 来自己变成大乘佛教徒 这个是可以的 这种可以的 所以他这里 始终找不到这样的善知识 在三宝所义面前可以受持 这是在《菩萨地论》当中 也是说的 还在《学集论》当中 也是这样说的 若无有善知识 在尽己所能 观想诸与十方 知诸佛菩萨面前 而尽己所能受持的意思 实际上你自己观想 在诸佛菩萨面前 自己能受几条戒 第一根的戒 还是顿根的戒 不管怎么样 你在佛像面前 可以受持这样的菩萨戒 因此我们这里一定要搞清楚 自己实在是 找不到一些上师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比较保险你自己 要么刚才《学集论》 里面所讲的那样 所有的十方诸佛菩萨 包括自己的传承上师 全部观想在自己面前 然后在他面前受持 要么刚才前面《菩萨地论》 里面所讲的那样 在三宝所以面前受持 这个对我们现在来讲很重要 凡是我希望 这次我们听受《入菩萨行论》的人 最好大家自己 受一个菩萨戒 当然这个菩萨戒 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 其他的实在不能受持 你只要布施愿菩提心的 这样的菩萨戒 也功德是无量无边的 应该受持 不然我们寿命很暂断的 什么时候遇到这样的如意宝 是谁也把握不了的 一定要受持 这也是我在这里合葬祈祷大家 你们每一个人 也应该特别难得的一个机会 世间上的一些人 比如说我没有参加这项工作 或者也没有得这种奖励 认为失去了一种机会 我觉得这些不是 失去的机会 如果你真正这样的 大乘菩萨戒在自相续当中 本来是可以接受的 但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担忧那个担忧没有受戒 确实有点遗憾 也是很可惜的 因此最好 大家还是受持一个菩萨戒 下面就是讲的 受戒者 受戒菩提迦罗 虽然在《菩提道当论》当中 阿提小尊者也是这样讲的 恨具欲其中别解脱 来由菩萨戒 善根非语 有这个颂词 我们经常也是遇到过 意思就是说 受菩萨戒的人 条件是什么 首先必须要具足七种别解脱 七种别解脱是 比丘比丘利 萨米萨米利 有婆舌和有婆义 还有加上正学律 意思就是说 前面小乘的别解脱戒的戒律 七种别解脱戒当中 其中的任何一种必须要具足 如果这个条件没有具足 不能从字面上看来这样的 但如果菩萨戒的所依身份 必须是具足身份别解脱戒 那么清净刹土众多 菩萨成了具备菩萨戒 并且在死亡的时候 也会失去菩萨戒 等等有许许多多的过失 他这里无诸菩萨不太承认 菩萨戒的前面 必须要具足一个别解脱戒 这个观点是不承认的 为什么呢 他就发了两种态果 如果每一个众生 只要受菩萨戒 那么他的相续当中 一定要有别解脱戒 有别解脱戒的话 那么清净地 像极乐世界 或者一些清净刹土的这些菩萨 清净刹土的这些佛陀相续当中 不应该有什么 不应该有菩萨戒了 为什么呢 他们相续当中 不可能有出离心 或者是因为 比如说极乐世界的相续当中 真的要严厉极乐世界的 这样就是没有的 而且他的所依的身份 按照俱舍论的观点 也是不合理的 就像度水天的 一些弥勒菩萨等等 这样清净刹土的菩萨 不具足菩萨戒的有这种过失 这是第一个过失 第二个过失 如果是别解脱戒的基础 必须要需要的话 一般别解脱戒是 人死的时候会灭尽的 戒体就坏了 那么这样的话 那菩萨戒也是 人死的时候就是菩萨戒体 因为它墙已经倒下的话 墙上的花纹不可能有的 所以这种观点也不合理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大乘经典》当中 像《宝积经》这些里面 天 龙 还有飞人 大鹏 大福星等等 一些众生的相续当中 生起菩提心 有这方面的记载 那么这样的话 从教证方面也是有害的 从理证的角度来讲 也说不过去 从教证的角度来讲 也是说不过去 等等有许许多多的过失 所以关于这些 在《诗论》当中也宣说 本来他这里 无子菩萨他认为 你看阿底下尊者那样 对整个所有的大乘经论 全部是撩如智掌 在印度来讲 印度东方和印度西方 没有像阿底下尊者那样的出名 而且他以前也是 五百世当过班子道 后来有一次 在印度金刚座 阿底下尊者是经常这样的 他一边行住坐卧当中 要观菩提心 利他的心 一方面他转金刚 菩提加业的佛塔 在这个时候他到了 因为当时菩提加业的佛塔 四边都有一些佛典 然后到了西边的时候 西边石头坐的佛像 这个佛像亲自 给阿底下尊者说话 他说 你如果很快的时间当中 想获得佛果 你一定要修持菩提心 这样交接的 然后他又转绕 又转绕到北边 北边的时候 北边有一个度母的相 这个度母的相 马上身体也可以说 头转过来 这个现在 到目前为止还有 以前上师如意宝 九零年去的时候 当时上师如意宝 他的念咒也供养说话度母 现在人们都认为 叫做说话度母 那么他也是跟阿底下尊者 有两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就是 当时圣相就开始向阿底下尊者说话 有这样的一种历史 还有一种历史是当时阿底下尊者 就是到了度母相的旁边的时候 在虚空当中有 比天女还比较难看的 两位女的在空中开始交谈 然后年轻的女的问老年的妇女 说马上要获得佛果 修什么好 他说马上要修佛果 修菩提心最好 然后又他问 一切诸法的经要是什么呢 他说 一切诸法的经要万法归舍于心 心犹如虚空 后来阿底下尊者依靠这个机言 而通达了威士和宗观的观点 然后阿底下尊者对旁边的人说 你们听到没有两位妇女的话 后来他们说都没有听到 后来阿底下尊者说 这就是度母给我给的教言 所以时时刻刻地修持这样的菩提心 而且到了藏地以后 也是着重地弘扬菩提心 这样的一个尊者来讲 也不可能说 菩提心的身份必须要别解脱解 不一定是说 这个身份 阿底下尊者不可能承认这个观点 然后吴族论师他认为 阿底下尊者实际上是为了折破 当今许多人是 连一份别解脱解也不能受持 却自须具足菩萨解 以及认为菩萨解的意义微小 而戒条繁多的这些分别量 就是他认为 阿底下尊者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阿底下尊者是 从严格的角度来讲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现在在世间当中 连一份居士戒 连一份被解脱解的有些人不能说 这种人你受菩萨解 肯定没有缘分 是这个目的 或者说有些人认为 这个菩萨解很容易 谁都可以说 所有的众生都可以说 为了这些人不要这么想 所谓菩萨解相当难得 所以一般来讲 没有七种别解脱解的条件 就不能受持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 并不是说一定要 先受一个小乘的居士戒 或者比丘灵解 有了这七种别解脱解的 任何一条以后才可以受持 并不是这个意思 他的密意应该不是这样 他这里这样做了解释的 才说必须具足菩萨解的身份 《菩提道德论》的 知识当中也是这样写到的 知识为了宣说 殊胜所谓 殊胜所谓指的是 受菩萨解的身份 跟一般是不同的 非常殊胜的一种身份 从为了宣说 它是殊胜所谓 而其他的所谓 也可以生起解的 其他的所谓 除了别解脱解的身份以外的 天龙宝布 其他无数的天人 有些《般若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佛陀当时《转法论》的时候 有许许多多的 无数的天人相续当中 也生起菩提心 等等有这些记载 所以意思就是说 其他的所谓 也可以生起菩萨解的解体 由此可见 具不具足别解脱解脱可以 具足也可以 不具足也可以 最关键都是理他的 只要是具足悲心 信心 还有想受戒的条件 第一个是 一定要有悲心 没有悲心的话 真的大乘的佛法 很难以建立在我们的心中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 看自己的悲心具不具足 爱心具不具足 这一点相当的重要 因此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不管你是出教人 你是在家人 你一定要用自己的这种佛教观 或者用悲心来 看待一切众生 尤其是看到一些可怜的众生 他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 我们尽量地去帮助 有时候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真的有一些可怜的人 我们不一定看得到 我们看不到的时候 是我们的一种过失 应该可以这样说 所以有些人真的 对可怜的众生 不管在那个地方 他看得很准的 看得到的 今天我在上面有个 佛教图书馆的那种开业仪式 在那里参加一个讲座 有一个人发表他的意见 但他的话里面有一句话 我还是很感动的 他当时是这样说的 他说 我今天参加这样知识分子的人群 实际上我自己没有条件 因为我出生的家庭 生活非常困难 很贫穷 但是今天我虽然学得不好 但我来到这个场合 我很高兴 这也是乃之不易 主要是看我们这里的一些 善良的人士和一些老师 对我的帮助是离不开的 我很希望世界上 还有很多善良的人 像我这样真正遇到痛苦的人 得以救护 通过他的短短的话当中 我是这样想的 不管是对他帮助的那些人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这个世间上 可能也有一些苦难的众生 有一些痛苦的众生 这些我们无有条件地 尽量地去帮助他们 如果帮助他们 通过佛法的利益来得到帮助 那我觉得他对佛法 或者对佛陀的感恩之情 永远也不会失坏的 当他长大以后 他一生当中 他对佛陀的慈悲 应该会非常难忘的心情 所以做我们学佛的人 不仅仅是自己 每天都是要求一个自我的解脱 这个我觉得不是特别重要 你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 看有些特别可怜的人 别人知道也可以 别人不知道也可以 应该尽量地帮助他 首先不能以佛法方式来帮助他 我们其他的用一些财产 用一些其他的这种 哪怕是用精神上 对他安慰也可以 或者是物质上 对他帮助也可以 这就是我们菩萨的行为 有时候有些人 是给我这样讲的 说我现在很想帮忙 也有一些钱财 但是一直找不到痛苦的人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 这句话是真的话 你到一些医院里面去 你到一些特别贫困的 一些乡村里面去 那个时候你应该找到 一些你的对境 肯定会找到的 所以我们佛法的方式来帮助众生 应该有可能 方方面面地途径 最近我们也准备安排一些法师 到西藏阿里地方的地区 以前法王如意宝 去印度的时候 当时经过那里的时候 感觉是很深的 他们那里的物资条件 也特别的差 然后对佛陀的信仰 还是有一点 但是根本不知道 怎么样学佛 怎么样念佛 怎么样观想 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准备 像一群法师 他们到那里 当然供养的物品他们也没有 我们要求不要受任何供养 他们的持住全部都 我们这边想办法给他们提供 然后他们亲自到那里 在不同的地方 给他们讲一些佛法 帮助一些他们各方面的利益 应该这里培养出来的 一些人的水平也很高 到了那里以后 逐渐逐渐在那里可能帮助一些人 以前我们学院去过的有些人 到了特别偏僻的地方 有些地方连佛法的名声都得不到 这种地方逐渐建立一些道场 建立一些团体 然后他们开始念佛 这种行为我觉得 当前来讲还是非常需要的 我们今天也是发表了 我的一些看法的时候 我也说了 我们也很想通过自己学到的一些 佛教慈悲的感情 很想与社会共享 世间人当中有许多多的人 对佛法的甘露 根本没有尝到的 如果他们尝到的话 那他们也是有学知识 应该会受益匪浅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大家也应该想一想 看自己的悲心 自己的信心 受戒的心 有了这三条的话 那么受菩萨戒是可以的 一方面对可怜的众生有悲心 一方面对诸佛菩萨的论典和 诸佛菩萨的一些广大心境 有一定的信心 然后自己也愿意 当一个受菩萨戒的人 这种人的相续当中 不管怎么样 可以生起菩萨戒的意思 具备悲心 信心 想受戒这三种条件的有情 就必定能生起菩萨戒体 好 今天我们学习到这里 大家一切会想功德 去吧,我们学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